咱们得说,中国现在这个车的销售,尤其是国产品牌,你发现车展上凡是请那些特穿着特暴露的模特,凡是这样的企业,往往是国产品牌里的中小企业,或者是呢,有的品牌急于推出一个新车型,它特别需要呢,这个眼球经济,需要大家乌洋乌洋的到它这个展位上来看。 往往这个车呢,是在市场上不是很有竞争力,因为中国现在的汽车销售呢,经过几年的井喷之后啊,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期,销量开始下滑,进入了真正的买方市场,所以这个时候呢,很多车企呢,利润没以前高了,它更加需要在营销方面加大这种投入。 所以一些不具备多大竞争力的品牌,开始琢磨,在车磨身上做文章,都劈里啪啦拍,拍完之后在媒体一发表,说是这个拍这模特呢,后边那不是我的车吗? 间接起到宣传作用,所以车企对这事极为热衷。 因为你拍的时候很难单独拍一个一个人嘛,因为这些模特都是有特定的场景的,你比如靠在车身上,或者站在特定的位置啊,你怎么拍都会带到这个车一些元素。 对这个主办方来讲,他认为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。 这些模特可以说是精挑细选的,有一半的人是冲着这种表演或者模特过来的,所以在吸引人气方面来讲,他们是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该是。 第二个极为热衷的是主办方,这现在在很多地方啊,有些小地方都经常举办车展,动辄就叫国际车展,为啥?办车展有账可算。 你比如说我这展厅总共15万平米,我一平米我敢报价一两千,就普通的车展都敢这么报价。 那你靠什么吸引车起来呢?说我这办得好,我这人多,文票,一般的50块钱一张,30块钱一张,很常见。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你要能吸引车起来,吸引更多的人买票进来看,所以主办方也愿意用一些暴露的模特,产生这种低俗化的倾向。 所以这个车企的主办方,整个这个车展的主办方,一次办车展下来,往往的收入都将近一个亿,差一点有几千万。 所以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之下呢,车企和这个主办方,两个方,一排即合,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,反过来对车模界产生影响。 有一些车模就诉苦,说你以为我们在那愿意穿那种什么这个低胸那个大尺度的衣服吗? 不是那么回事,你就即使说抛开羞耻原因,有的说车展里边很冷,那一天下来冻的冻的冻感冒,我们不愿意穿这个,可没办法,人家车企和车展主办方给你钱了,你必须要求你这么穿。 经常有这样的事呢,在这个后台,换衣服一换这个,车模说我不愿意穿,这太漏了,不行啊,钱给你了。 很多车模也不愿意这么干,没办法,他们穿什么衣服,往往不是由这个自己说了算,而是由车企跟主办方说了算。 太透了这些,就感觉跟三点似的这种,这些都得听客户的,就客户来给我们安排。 它如果漏的很多的话,可能会很干。 所以另外再有一个,我们不能排除车模里头,有相当一伙人,希望借这个,通过博厨威来获得眼球,通过炒作绯闻来提升自己,提高自己的身价。 而且这样的车模呢,严格意义说,模特界说,他们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训练,只要他能出名,只要能多给钱,啥都干。 就是他们不是模特界的中间力量。 所以说这个事你一看,它是什么呢? 有少数的车模,再加上车企,再加上主办方,合谋才形成这种现象。 你看我们在网站上打开有关车展的报道,你看网站已经报道些什么,往往搁到前面的图片,根本不是车,就是车模。 只有这样网站才能获得点击力,获得了流量,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促成了这个现象。 所以我说主办方现在说一刀切的,就不要车模了,我认为这是不应该这么处理,太过简单,就切了咔嚓,我就把车模都借了,这件事就都消除了吗? 不见得,为啥呢? 有些车企琢磨了,是我们不用车模,但是我们这车来了不得是我们配置咨询员导购员吗? 给你讲这车怎么的吗?我咨询员导购员我穿的暴露点,我都用女的怎么的? 怕逃避了你这个管制,就是如果这个车企和主办方他真想通过一些低俗的手段来玩这一套,你现在把车模赶出这个行业,没用的。 何况这个事对模特界来说确实挺冤枉,所以我说他的根本原因呢,不在于就是说这个车模来了,搅乱了社会风气。 所以真正积极的东西是什么呢?是要靠积极向上的东西,引导我们在道德层面的提升,审美层面的提升。 而不是呢,你把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一下都抹杀了,就完事了,它不是那么回事。 所以呢,现在来看呢,我们要想说把车展这个地方搞得是真真正正的宣传车文化,宣传高科技的场所,它主要的功夫不在于这场,而是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,中国眼下的汽车文化,没有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